大家好,我是老油条 老油条带你一起看没看过的佳作 神作好玩的电影 看电影就找老油条 今天一起看一部印度经典喜剧 三傻大闹把雷乌 电影一开始一架飞机即将起飞 电影男主之一大傻 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貌似得知了什么了不得的消息 他解开安全带起身 却倒在地上口吐白沫 飞机迫降 机组人员和医生护着大傻下了飞机 赶向医院 下了飞机的大傻却一点事没有 活蹦乱跳的 逃离机场就打个低 前往了一个地点 在车上给二傻打了低电话 此时的二傻正在睡觉 大傻告诉二傻 男主大毛找到了 二傻听完这个消息兴奋不已 两个人急匆匆地赶到相约的地点 出现的却是二狗 大毛却没有出现在这里 二狗一脸嘲讽大傻和二傻 他们都是十年前的大学同学 十年前有过一个约定 要和他们比谁混得好 这次就是骗他们来这里打击他们 不过还是找到大毛的住址 故事也正式开始 生命就是一场竞争 连最初的诞生都是几十亿的竞争 我们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 家里对这名小孩的期望很高 从出生就看得出来 他是一名工程师 这个孩子就是大傻 大傻不失所望地 考上了最理想的大学 开开心心地背着书包上学堂 这所学校有个规矩 新来的学生要被学长调戏一番 所有的亲生只穿着裤衩 在宿舍被学长调戏 言轻计从不敢反抗 二狗就是一个老滑头 像条狗一样迎合着学长的命令 没有任何底线和尊严 我以为然 丝毫不在意这位逗逼的话 一群脱光光的人在外面 看着大猫就要被惩罚 心里偷偷地刺起 一群幸灾乐祸的人 大猫没有对学长言听计从 还趁机将学长调戏了一番 利用自己的知识学以之用 大傻和二傻只剩下的佩服 第二天教授出现 教授也是一个逗逼 不喜欢别人在路上超过他 锻炼自己两只手写字 每次新生到来都会重复同一个毒鸡汤 说什么学校就是一个窝 你们都是鸟蛋 窝只有一个 但鸟蛋很多 所以你们就是胜利者 干了这碗毒鸡汤 来世还做一锅蛋 教授还说 谁能让他佩服就送他一支笔 这支笔是太空专用笔 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研制 大猫终于听不下去教授虎逼 当面拆穿了教授 为什么不直接用铅笔 教授估计心里正在问候大猫的家人 当着这么多人民要拆穿我 以后在学校还怎么混 大猫没上课之前 就把学校的学长和教授都给惹了 真是胆大妄为 很快迎来了机械客 这也是电影中的经典片段 教授提问机器的定义 大猫不回答问题 只是一脸傻笑 大猫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节约时间的工具都是机器 仔细想想这句话其实没有毛病 机器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工作 大猫也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就像这个裤裆拉链一样 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上上下下 但是这不是教授要的回答 教授要的回答是书本的死定义 二狗在这方面就表现得很突出 可以很认可二狗的背书能力 背了一堆自己都不理解的华丽概念 但是这正是教授所需要的答案 二狗得到了赏识 大猫却被赶出了教室 但是大猫却忘了一件东西 这件东西包括记录 分析 总结 组织 富有前言 介绍 目录 索引 丰富 提升并培养人类大脑思维的东西 教授只剩下一脸懵逼 这是个什么奇葩玩意儿 其实就是一本书而已 大猫狠狠耍了教授一把 所谓用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 大猫利用的相当不错 教授很生气 并且禁止大猫以后再上课 现在开始介绍我们的大猫 当大家每天都在排队洗澡时 大猫却在学校草坪上洗澡 喜欢拆学校的机械 经常拆掉东西 但是不一定能够装回去 一名学生因为家里厨师 没能完成任务 被教授延长了毕业 冷酷无情的教授令人寒心 大猫决定帮助这位可怜人 帮助他把遥控飞机造了出来 但是这是在三哥的电影世界 一言不合就开始跳舞 这也成了三哥电影的标志 五五不成电影 大猫将飞机造了出来 却发现这名学生已经自杀 这和教授有间接关系 因为教授的强压导致的自杀 大猫和教授因此吵了一架 大猫对这个学校的制度很不满 忽视了学生的自我发展 强行指要求高分忽视差的学生 当着所有同学侮辱了教授 这两个人的战争也正式开始 教授开始玩离间计 写信告诉大傻和二傻父母远离大猫 大傻是一个普通小市民家庭 家里所有的钱都用来供大傻学习 希望大傻可以有朝一日变凤凰 但是大傻很喜欢拍摄 大猫再次来到二傻家挨骂 二傻家是一个贫穷家庭 父亲瘫痪多年 母亲一个人支撑一大家人 更是希望二傻能够改变家里的命运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自己当年没有完成的梦想 强行夹在了孩子身上 并且一副自以为师的样子 丝毫不在意孩子的想法 和现实生活有很多相似之处 大猫也在婚礼上遇到了教授的女儿小芳 可谓是一见钟情 教授的离间计成功 大傻和二傻和学霸二狗搬到了一起注入 大猫开始设计套路二狗 在演讲稿上做了手脚 将教育改成了压榨 结果演讲变成了这样 32年来他自自不倦的压榨学生 这个他就是教授 并且压榨的淋漓尽致 他将生命的每一分钟都投入到压榨中去 为了学生能够走向全世界 我们将压榨进行到底 台下只剩下欢乐声 就连教育部长都乐得合不上嘴 教授只剩下的生气 这就是死记硬背的结果 完全没有看台词 只是死记硬背不理解意思 这脸打得生疼 二狗也因为这次闹局丢尽了面子 二狗也在这个时候和大猫签下了十年之月 约定到时候谁会婚得更好 大猫也趁机拆散了小芳的小情侣 三个人考试期间迟到 拖时间才把卷子写完 教授却不肯收他们的卷子 大猫果然很机智 把自己的卷子和所有的人弄混 反正教授不认识他们叫什么 学到了一招不错 这次考试大傻和二傻包揽了倒数第二名 他们却为大猫没有及格而伤心 榜单上没有看到大猫的成绩 二狗也在一旁哭泣 二狗得了第二名 第一名却是大猫 大傻和二傻更难过了 朋友不计你难过 朋友发达你更难过 教授和大猫打赌 如果大傻和二傻能在校园招聘会上找到工作 就刮掉教授的胡子 时间跳转到现在 大傻和二傻找到了野椒大猫的人 名字照片同学毕业照片都是一样的 但是却不是同一个人 这个时候二狗说了一个人的名字旺都 为了见到旺都 二狗花费了一年时间 只要和旺都签订合同 二狗就会发达 这位不是大猫的大猫开始透露出事情的真相 大猫其实是他家花家的儿子 他不喜欢学习 一直让大猫帮他写作业 而大猫很喜欢学习 索秀就将错就错 让大猫代替他拿到了一个文凭 毕业之后就没有见到过大猫了 时间又拉回到了过去 教授威胁二傻 如果不离开大猫就让他退学 二傻在这之间无法抉择 只能自杀来了结 真是重情重义的汉子 二傻最终从死人手上逃离 大猫也被摄影公司赏识 但是大猫的父亲不会同意他这么做 大猫也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大猫希望能够理解他 他想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仅此而已 父亲最终还是认同了大猫的想法 毕竟这是大猫的自己的人生 需要大猫自己做这个巨大的决定 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 这点是无疑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 大傻和二傻在毕业前都找到了自己的工作 教授也刮掉了自己的胡子 教授的大女儿在此时难产 不喊医生非要自己救治 其实就是展现大猫的才能 在大猫高科技的棒如下顺利生产 教授和大猫的矛盾也化解 并且将钢笔送给了大猫 教授的观念也得到了改变 不再压榨可爱的学生 让他们自我发展 不再强行干扰他们的人生 时间会到现在 大傻和二傻带着小方逃婚 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大猫 大猫也没有结婚 也一直在等待小方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去找他呢 有情人忠诚见书 二狗还准备了失败协议让大猫签 二狗真是小人级别的 二狗开心的给自己的客户望都打电话 接电话的人正是大猫 大猫真正的名字就是望都 二狗瞬间变脸对大猫夸赞有加 果然是个鬼滑头 电影结束 这部电影在印度也算是经典了 我只能说是我看过最好看的印度电影 非常值得看一看的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想要获取本片资源 微信公众号搜索老油条说电影 我是老油条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